停 起 动 平鸿县春日香公所推出春日i服务APP 并在4月19号正式启用 有建于春日香推动偏乡公共运输的高债客率以及服务绩效 交通部公路总局加码补助建制智慧APP预约系统 提供部落族人更便利更及时的服务 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个服务都是要适用到我们不同年龄的族群的一个民众 所以说你适用到不同年龄族群的一个服务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服务 除了现在的服务之外我们要继续把它扩充 扩充到减少我们相亲零贵的一个时间 直接可以透过这个APP系统 为了让预约系统APP有更多元的服务 在县政府的协助下也纳入禁法补偿以及社会福利的服务 春日香民只要透过APP就能在线上申请 后续就会有公所人员提供咨询以及资料查核的协助 最后香民只需要到零柜完成签名盖章的程序 我是觉得很不错 简便便民这个便民服务是做得很好 对村民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们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时候下来老人家也不方便的话 在家里可以使用的话就很方便 在资讯便利和政府推动电子化服务的趋势下 春日香公所也努力跟上脚步 春日i服务APP未来会新增更多功能 让族人即使在原乡也能享有现代化的服务 云日新闻巴浪 屏隆春日常常报道